哦 这边哦 大家好 我是卷毛达 要是说到哈佛修路麦克斯 相信大家绝对不会陌生 凭借着出色的续航以及亲民的价格 已经推出去获得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 在同级别的差点混动 SUV车型中也拥有着不错的性价比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 位于西藏第一关的西宁垃圾山 大家看过周围这个环境 真的非常的显乐 在冰雪环境下来试驾这台车 带给我们的稳定性以及安全性 刚才我们刚出发的时候 发现道路上被一些落石给挡住了 像这些情况在这种高原的山区 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这些在哈佛修路麦克斯面前 都不叫事 你看修路麦克斯这霸气十足的前脸 尤其是前盖两侧是个大红灯组 在下方还做了一个这种 类似于龙须子的一样的一个造型 看上去也是非常的霸气 而前车的禁忌隔山 采用了这种菱形的无边框似的 让整台车这个前脸看上去也是急剧便积度 这辆车这个气场往这一停 完全就是一复 有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的样子 如果下次我再遇到那种有碎石打路的情况 我就随着再把电钻 电钻一打就解决问题了 那你肯定会说了 你电钻的电哪来呀 现在还和SoloMate里面都不掉事 咱们打开个冲间面板 然后把这个外方垫的这个 它头儿往上一插 直接电源咱们就可以整整使用了 而且这部分对于咱们喜欢露营的朋友来说 那简直适合 您接下来这台车尾 能发现虽然哈佛SoloMate并没有强中 贯穿是尾灯的设计而强中分体是尾灯 但是在这个尾灯的内部设计的还是非常的立体的 两只方的也是急剧便积度 另外这台车的后杠说实话 就是有点用力过猛了 如果做成那种单纯的跟后杠上半方一体的颜色 或者是一个纯黑的简单点造型 我觉得看起来效果会更好 另外这台车这个车侧整体看上去也是非常的饱满厚实 车头有一根腰线 从车头一直贯穿着车外也看上去非常的饮满 走 现在跟我上车 看看哈佛SoloMate有哪些惊喜 在等着 现在车里能发现哈佛SoloMate的内设计 也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 整台车的科技感麻捏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地形的仪表台上采用了 由三块12.30吨组成的一个大连屏设计 而中控屏内置了全新的CafeOS系统 操作起来大家看一点都不卡 而且内置功能也非常齐全 像什么导航啦 云驻手啦等等等等 还有一些APP的一些常用功能 包括咱们的车联网以及OTA的在线升级 而且富亚市面前还有一块娱乐品 这对于跑长途 或者说咱们偶尔停在路边等人的时候 打发时间那可真的是太有用了 而且这台车还配备有一个无线充电面板 而且卡槽也足够深 这样可以防止咱们车辆在行驶中 手机飞出去 而且能发现在两个放置面板的中间 还采用一溜这个石田键 像什么空调啦 包括咱们的手刹等等等等 其实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种常用功能 保留这种石田键的事情 那可真的要比咱们什么东西都去 屏幕里面点那样轻松多了 现在咱们聊聊第二排 后排这个空间大家看一下 我腿部空间大概有两圈多左右一个距离 头部空间也差不多有一圈半左右一个距离 我觉得这个空间是非常宽裕的 而且中间的地板也是足够纯平 另外这台车座椅靠半第二排 支持两个角度可调节 而且后排座椅还支持纯平放高 放高以后铺上床垫 那真的就是秒变房车 空间真的非常的宽裕 再加上它的外放电功能 这台车半斤油善文水完全不问题 说到油善文水 咱们可以试试这台车的动态表现到底不坏了 现在我们行驶在有着西藏第一关的西宁垃圾山 这里温度寒冷 路况也较为复杂 今天我们试试这台HIFER骁龙麦子 是基于全新HIFER混动平台架构打造的 全能电磁区新能SUV 此比好说不用多说 像在这种路况下 相比两区来说要更稳也更加安全 要知道HIFER骁龙麦子 这套全新的混动平台 与以往的这种集成式的混动代理有所不同 采用的是这种分餐式的结构 搭载是一台1.5升混动装放级 全电机是直接整合在二档的DSG电子箱内的 驱动电机则是单独的布置在后桥 采用是一台15000瓦的大功率电机 而这套动力系统官方给出的零倍加速成绩为6.8秒 相比220T的这种气候放级机 动力要更好 而且插换的车型相比燃油机 在节能方面也做得更加优秀 实际上这台车的驾驶感受也是非常轻快的 完全是给你一种在开纯电动车的感觉 气度以及咱们的中后段的加速能力非常强 完全是以电动驱动为主 现在咱们缺点个运动模式才叫感受一下 能力到在运动模式下 这台车油门响变得更加灵敏的 而且加速的感受也变得更棒 要知道HIFO的前车机不光可以用于发电 它同样也能用于驱动 在运动模式下有一部分电量会分配到咱们的前车机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电动四驱来进行四驱加速 因此加速感觉更好 平时像咱们在市区里面行驶的时候 它又会智能切换为两驱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开咱们发动机的小功率的低效区间 而在这种市区进行超车或者爬坡的时候 它又能自动切换回四驱 自动切换两种模式这样的好处也在一定程度下 可以降低咱们的能耗 而在底盘方面 这台车才能是前面玩逊 以及后坐轮杆独立悬架的组合方式 要知道这套组合方式也都是遥远了 车辆在过弯的支撑性 以及咱们车身的稳定性控制的很好 而且像在经过这种路面比较大的颠簸的时候 对于路面传道车那种细俗的颠簸处理 还是非常的到位 哈佛销路麦克斯出现 推动了哈佛品牌全面进入新东云时代和数字化时代 树立更加年轻 更加简约 更加科技的全新形象 重新树立了家用新东云SUV的全新标杆